第六章 你死我活 阴谋与阳谋的差别 现在的大多数史料 都是在讲林彪如何有野心向上位 如何放任儿子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 仿佛毛泽东无奈之下才被动反击 其实这都是误导 是烂好人的历史观 是一种骇人的历史观 因为这不仅仅低估了观众的智商 也同时是在向毛泽东和林彪泼脏水 稍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 毛泽东的一生是主动出击的一生 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 也不会被动等待 他可以接受某时某刻的失败 也会观望等待 但绝对不会被动 如果他是一个甘于被动之人 就不会上井冈山 不会抗美援朝 不会发动文革 也不会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 抓住林彪不放 恰恰相反 实际情况一直都是毛泽东 在主动掌控大局 林彪则是被动应对 如果说之前那些事 还有很多偶然因素 那就看看另外一个问题 林家是如何得知毛泽东 回到北京的呢 毛泽东原本可以秘密前回北京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控制住局面 抓捕所有嫌疑人 然后搞定一切 然而他没有那么做 而是在丰台车站停了下来 大摇大摆地接见一批人 在大摇大摆地进北京 按照以往惯例 毛泽东很少会在白天回京 毛泽东那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宣告 我回来了 好戏开场 按照林豆豆的回忆 毛泽东回到北京 让汪东兴告诉叶群 也就是说 那些还觉得不够 还要特意通报 为何如此呢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 要理解这个问题之前 需要解释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社会主义体制 自诞生那刻起 就注定其与众不同 其中有两个很大的缺陷 第一个缺陷 生存艰难 列宁十月革命成功之后 苏联就很弱小 签订了一系列类似晚清那些卖国条约 如果当时中国的情况稍微好点 完全可以趁机把外东北收回来 这个基本事实导致了一个缺陷 就是干部终身制 要么死在战场 要么一直干下去 然而任何组织都需要正常生存代谢 也就是领导人的变更 领导变更需要用自己人 如何才能分清楚不同政见者呢 第二个致命缺陷就出现了 大清洗 当时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权威 进行血腥的大清洗 基本上把苏联从上到下涂一遍 中共诞生之初 也有类似的现象 比方说张国焘在红色方面军就用过那一套 建国之后就不能再用那一套了 那毕竟是阴谋 适用于特殊时刻 无法推广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 搞起了政治运动 把阴谋变成阳谋 毛泽东要解决林彪和林彪背后的那帮人 直接暗中抓住审判 那相当于倒退 如果那种方式可行 之前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 早就不在了 所以必须是阳谋 所谓阳谋 也就是搞证据呗 搞证据的最好办法 就是让对手动起来 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 林彪一直不动 就是不给领袖机会 等到没办法了 才让林立国行动 毛泽东的三板斧和南巡 就是逼迫林彪 他成功了 因为林立国本人行动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一反常态 高调回京 把阴谋玩成阳谋 林彪想不动都不行了 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 林立国叫喊一通 乘飞机返回北戴河 野群的反应是 101 不好了 老虎那里落空了 人家早就过了上海 把我们蒙在鼓里 我们受骗了 101是林彪代号 老虎是林立国的小民 事实远比想象中猛烈 9月13号 大概是共和国诞生后 最特殊的一天 证据不仅仅全部爆发出来 而且多到无法想象 甚至超出了伟大领袖的承受能力 毛泽东大病一场 原本硬朗的身子骨 一下子衰老下去 林立恒的定婚眼 平行官战役之后 林彪名扬天下 原本是在战场上 再创佳激的好机会 不想被阎西山的禁军误伤 因为伤及神经 当时医疗条件跟不上 毛泽东让林彪去苏联治病 同去的还有第一任妻子张梅 张梅当时已经怀孕 最终因为性格不和分开 林彪在苏联爱上孙维侍 吴果 回国后和叶群结婚 1944年 林立恒出生 因为林彪非常喜欢嚼黄豆 所以起名为林痘痘 林立恒是个早产儿 母女二人仿佛天生就关系不好 叶群对林立恒不怎么样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林立恒经常怀疑 自己是不是叶群亲生的 要说叶群不爱孩子 那也是瞎扯 天下不爱孩子的父母也有 只是极少数变态 但是父母的爱 能否被孩子接受 则是一个未知数 叶群和林立恒的生长环境 从家庭到社会 都是两个概念 叶群生于旧时代 母亲是一太太 男尊女卑 养成了她的小聪明 并有点自卑 控制欲望极强 林立恒恰好生长在建国之后 崇拜英雄 追求自由 是朝气蓬勃的一代 母女二人就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对立也是难免的 控制孩子关键的办法 就是控制孩子的婚姻 控制孩子的婚姻 是家天下时代家族核心法则之一 当时林立恒悬美 叶群就很纠结 林立恒看重的 叶群看不重 叶群看重的 林立恒又不愿意咬 林立恒的问题更复杂了 林立恒自己谈过对象 叶群先是把林立恒大骂一顿 然后让吴法县下令 把那位同志叫过来审查一番 写保证书 远调新疆 粗暴之气 叶群原本想与黄永胜攀亲 想要林立恒嫁给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 黄春光表态 本意是不愿意 如果你们爹妈要这样做 我服从 理由是 我在自家娇生惯养 高攀林家就不一样了 黄永胜说 不会幸福的 算了 黄永胜老婆向辉方不敢得罪叶群 就使劲给林立恒介绍对象 先是介绍了一个搞美术的 人挺不错 叶群满意 也见了林彪 然而很遗憾 那年头搞艺术的还是太过朴实 写情书都需要叶群亲自知道 林立恒发现真相之后 果断与之断交 说 主人不是在给我找对象 是给他自己找对象 于是向辉方再次忙碌起来 又介绍几个 依然没成 叶群决定 把两个孩子的婚姻一起解决了 选妃的同时 也在选驸马 要求男方 基本条件 政治过关 不能和黑五类扯上关系 身体硬架 身高1米72至1米78 年龄26岁至30岁 软件 英俊有气质 学历 大学或专科文化程度 叶群无法忍受所谓自由恋爱 叶群宠爱林立果 对他的挑剔还能忍 看林立恒原本就不爽 自然毫不客气 把他狠揍一顿 愤怒的叶群 把林立恒的头发 一缕一缕揪下来 发根还带着血丝 之后把他关在黑屋子里三天 而且不给吃的 对待犯人也不过如此吧 所以林立恒无法忍受了 愤而自杀 幸好被及时发现 林立恒对叶群的行为不满 就去林彪那里打小报告 叶群察觉之后 又是一顿拳脚 并且限制他和林彪见面 林立恒不叫叶群妈妈 而是称主任 叶群更个性 叫林立恒逗老爷 就在叶群和林立恒 彼此对立之际 向惠芳再一次出手 介绍了张青霖 张青霖年长林立恒两岁 老爸是铁匠 政治过关 相貌也不错 医学院毕业之后 在广东野战医院 担任外科大夫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林立恒呢 也在爱情拉锯战中疲劳 也就同意了 如此一来 终于各方面达成妥协 1971年8月7号 在叶群亲自主持下 吴法宪等人的见证下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如果剧情仅仅如此 仅仅是儿女爱情 也没啥好说的 但是很遗憾 这牵扯到政治 林立恒和张青霖两人 经历风波之后 患难与功 也算是一段假话 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政治 但是他们两个人一起 卷入了那场政治风波 很不幸地成为了 那段迷雾般政治风暴的点缀 毛泽东可以肆无忌惮地 玩阳谋 林彪只能悄无声息地 玩阴谋 玩阳谋的毛泽东 可以遍地设局 占尽主动 玩阴谋的林彪 只能处处掩饰 让表面上看似消极无为 没有任何动静 掩饰的巅峰 就是林立恒的订婚仪式 9月6号 林彪写下首令的两天之前 叶群打电话 让林立恒和张青霖去北戴河 林立恒原本对叶群不爽 说自己身体不好 不想去 叶群拿出绝招 说 你爸快要病死了 林立恒和叶群之间 是简不断理还乱的仇恨 对林彪只有尊重和敬爱 一听林彪生病 就立马拉着张青霖奔北戴河而去 时间是9月7号 也就是林彪写下首令的前一天 其实林彪还是之前的那样子 病情既没有好转 也没有严重 把林立恒叫去北戴河 实际上是整个林家的决定 9月6号 林彪通过两个渠道 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 他已经明白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要么甘心沦为刀组上的鱼肉 要么必须有所行动 既然行动 就绝不能把宝贝女儿放在外边 林立恒到北戴河之后 林立果拉着他做思想工作 说 手掌身体那么弱 管在监狱里能活几天 并表示情况很紧 主任昨晚 只9月6号晚提出要到国外 林立恒表态 哪儿也不去 他还和张青霖说 如果他回不来就去报告 但叶群却在办公室里面 哭着对张青霖说 痘痘过去受了很大的刺激 经常精神不正常 你在他身边 你多关心他 接下来的几天 林立果变去了北京西郊 那个秘密据典里 前后搞出来好几个方案 还没来得及试诗 毛泽东就到北京收网了 与此同时 林立恒和张青霖也在研究对策 当林家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 意识到最后时刻来临了 留下来 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走 往哪儿走 也是个问题 那个问题直到最后时刻才决定 但不管怎样 需要把核心人物召集到一起 且还要不被关注 以林家的显赫 要做到那一点不容易 所以必须有一颗漂亮的烟雾蛋 不管是战场还是谈判桌 烟雾蛋那都是必备的把戏 林家的烟雾蛋 就是林立恒订婚 那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因为林立恒订婚 林立果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订婚仪式 尽管林立恒本人不认可 但把整个事件连起来看 订婚仪式应该是先前就谋划好的 就是一颗准备在关键时刻使用的烟雾蛋 从这方面看 林雕一生很悲哀 最后时刻用儿子当棋子 用女儿做掩护 只是他没有想到 那颗烟雾蛋里装的是真火药 不但没有迷惑到对手 反倒炸了自己 谈那颗炸弹之前 先说说叶群和林雕的密谋 密谋 密室之中 往往就是悬案停伐之地 前年之前 雄才大略的赵氏兄弟 在密室之中上演了一场千古悬案 烛光浮影之谜 至今还令世人困扰 九一三前夜 林家密室的一席谈话 也成了二十世纪最具吸引力的谜案之一 1943年 林彪从苏联回国后 好像忘记了要等孙维氏的承诺 和叶群结为夫妻 第二年有了林立衡 有过一年 有了林立衡 儿女双全 四口之家 看起来很不错 此后28年 林业二人像寻常夫妻一样 大问题没有 小问题不断 日后林彪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 对叶群的依赖也越来越强 大事 小情都要叶群代办 28年时间里 也许他们有过无数次的谋划 但从来没有哪一次 如1971年9月12号晚上那次 这般重大和致命 晚饭之前 林彪和叶群 为林立衡和张青霖举办订婚礼 叶群牵着两个年轻人的手 对林彪说 张青霖求婚 逗逗同意了 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 很好嘛 祝贺你们订婚了 叶群又把李文璐叫到客厅去 给四个人照了一张全家福 此时林立衡还没有回到北戴河 然后又让林立衡和张青霖接吻 拍照 再和工作人员一起拍照 然后吃饭 放电影 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 事情都到了那个地步 还整这些干嘛呢 其实那是整个烟雾弹的核心部分 俗话说 像不像三分样 毛泽东能制造烟雾弹 林彪也能 毛泽东在上海金蝉脱鞘 就玩得很漂亮 林彪当然也可以使用那个招式 订婚过程越是顺利 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因为会有人把这些事传递到中央 间谍吗 不用 把341警卫部队就可以代劳了 八点钟以后 叶群把林彪那群人员请出去看电影 自己留下和林彪密谈 九点左右 林立衡到达北戴河 进入林彪卧室 那天 叶群 林立果和林彪说了啥 具体内容永远无法知晓了 但是事事往往如此 越是重要的时刻 越是没有秘密 因为在那样敏感的时间段 不用亲身精力 都可以猜测一个八九不离时 那天晚上 叶群肯定不会和林彪唠家常 那些琐事是无法让林彪牺牲睡眠时间的 他也许会顺带关心一下林彪的身体 接下来就是要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三层意思 不同时刻有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意思可以延伸到中共九大 那时林彪接班刚刚写入党章 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如何上位 一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 他都在想办法依靠正常的途径上位 直到庐山会议上拿出那个所谓的闪击战 自从批判陈伯达开始后 那种途径就不成了 按照571工程既要精神 正常途径不行 那就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政变 夺取全国政权 或者武装割据 林彪果折腾了半年时间 到9月12号毛泽东低调离开南方 高调返回北京城完结 其实9月6号 当丁盛在广州召开2000人大会时 就意味着纪要里的一切落空了 那么接下来只剩下一个问题 就是生存问题 这才是林家三人组谈话的主题 拨开这世界的纷繁面纱之后 繁华落尽 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生存问题 毛泽东南巡 跑了半个中国 到处去讲党内历次阶级斗争 声音游暗变民 指向林彪 站在毛泽东对立面的林彪想法也是一样 也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讲阶级斗争 那是要把林彪挪位 让林彪靠边 林彪也谈阶级斗争 是讲生存 毛泽东讲 王明张国焘不安好心 又讲彭德怀 刘少奇走错了路线 这次说林彪翻了错误 就是准备让他不各位先行者的后缠 林彪看来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既然已经斗争失败 那就要承担结果 结局有两种 王明和张国焘那样的失败者 去了国外 或彭德怀和刘少奇那样的失败者 留在国内 1971年的王明还在莫斯科不遗余力地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 1971年的张国焘正在加拿大写书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 两个人日子过得均不怎么样 日子紧巴巴的 至少还活着 1971年的刘少奇已经秘密地死去 骨灰和上面是另外一个名字 1971年的彭德怀虽然还活着 却已经生不如死 所以从生存的角度讲 并不难选择 正如杭州的陈丽云和上海的王维国不愿意行动一样 都是生存问题 人性吗 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9月12号晚上 林家三口在林彪卧室里讨论的问题很简单 是走出去 先求生 还是留下来 接受无休止的批判 以林彪当时那种小身板 别说参加批斗大会 拉到外面去晒几天太阳 就基本上歇彩了 既然政治斗争中失败 为了保命出走 可以理解 但是他的目的地 却是如此的致命 因为他的目的 不仅仅为了保命 还要报复那个人 那个给他提供过历史性的机遇 让他顶天立地 又让他一无所有之人 那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残酷的选择 既然要走 总该有目的地 当时是两极世界 苏美两家超级大国 各自霸展一大片地方斗牛 苏联的华约集团控制着欧亚大陆 美国的北约集团控制北美西欧和东亚 地处东亚大陆的共和国 跟两家巨头关系都很僵 国际生存环境极为糟糕 除了朝鲜和巴基斯坦之外 整个一圈都是敌人 只要能走出中国大陆 都有人可以接纳林副统帅 东亚的日本和韩国 南亚一大堆小国家 那都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 北方则是苏联的利益所在 印度则是苏美共同扶持对象 要走 要么去苏联势力范围 要么去美国势力范围 很显然林彪放弃了美国 从当时世界大格局看 中苏对抗无法挽回 而中美正在和解 1969年 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 为了化解苏联巨大压力 决心和中国和解 那时中共召开了九大 林彪成为接班人 1970年10月份 第三次庐山会议刚刚结束 国内正在批判陈伯达 尼克松让即将访问 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 带信给中国 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作出回应 公开发表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照片 上面多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 斯诺 另外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1971年4月27号 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一个召会 中国政府重申 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 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 4月28号 尼克松交给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任务 7月8号 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抵达北京 中美关系解冻 一个月之后 毛泽东南巡 尽管如此 林彪依然可以去美国势力范围之内 只是在中美和解的大潮之下 他的身份地位无法发挥作用 如果林彪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到美国势力范围内隐居 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而林彪中归是林彪 即使外表沉默寡言 内心依然孤好 即使身体已经很差 内心却还有决决的意志 原因无他 那是一个纵横天下几十年的英豪 应有的品质 当然 美国势力范围内 还有一个地方更愿意接纳林彪 就是台湾 台湾还有风筑残年的蒋介石 1949年之后 台湾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国共双方隔岸对峙 虽然有点和解的念头 但只要毛泽东和蒋介石还在 和解的可能性不大 台湾的蒋介石和大陆的毛泽东 都要代表中国 虽然毛泽东赢得了大陆 蒋介石并不服气 想尽一切办法赢得更多筹码 他还在为很多黄土学生 在战场上投降共产党 而耿耿于怀 如果林彪去台湾 必然会让蒋介石精气神一阵 定会敞开怀抱热烈欢迎的 还会尝出一口气 总算赢了毛泽东一把 海峡两岸虽然敌势 却很难打起来 大陆这边 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 除了没有办法渡过台湾海峡 也没有心思打过去 韩先处在福州军区 当了十几年的司令 也没得机会 台湾想反攻大陆 也没有那个实力 美国寻求和大陆和解的过程中 更不会支持台湾了 所以如果林彪去台湾 其实对大陆伤害并不大 但是林彪根本也没有考虑过台湾 原因有两个 一 基辛格访华 重点讨论台湾问题 周恩来和基辛格东拉西扯两天之后 达成共识 台湾属于中国 美国不再和中国为敌 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那种情况下去台湾 相当于往低处走 第二个是潜在的原因 或许更为重要 就是林彪对蒋校长的追随者 在战场上的表现过于深刻了吧 往那里去 相当于曾经战场上的胜利者 寻求失败者的庇护 普通人都难以拉下面子 更何况孤傲的林彪 如果那一幕真的发生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 如杜宇明等人在大陆这边 而毛泽东曾经最信赖的统帅 却跑到对面蒋介石那边 这也太喜庆了吧 在林彪的一生中 毛泽东曾经扮演过多种角色 领导 父兄 志英 领导的一面 毛泽东对林彪刻意提拔 重点培养 给林彪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 让林彪的天才得以充分发挥 父兄的一面 毛泽东年长林彪十几岁 对林彪曾经像儿子一样 关怀和包容 毛泽东在林彪身上付出的心血 多于任何一个孩子 在林彪提出不同意见时 又可以如兄长一般寻寻善用 即使在会礼会议上 林彪建议刚刚出山的 毛泽东放弃枪杆子时 毛泽东也只是说 你个娃娃懂啥用 志英的一面 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 是最为了解的 因此 可以让他的军事才华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走上政治舞台后 林彪的那些策略 根本无法逃过毛泽东的眼睛 正因如此 文革之前 毛泽东对林彪的政治意图 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写给江青的信中流露出那样的心思 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更加看明白了林彪的意图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 对林彪穷追猛打 因为 比时比刻 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从当初的伙伴 盟友 战友 转变为政敌 毛泽东想要继续文化大革命 继续扫除所谓既得利益阶层 而林彪必须为新兴利益集团牟利 双方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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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调和 既然是敌人 那就是你死我活 你要逼我上绝路 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 就这样 两个曾经在绝路上徘徊无数次的男人对决 只能有一方胜利 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同样的戏码 之前已经上演过好几次 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失败的一方 这次轮到林彪进入决地 决地反击的机会在北方 也就是苏联 中苏之间的恩怨情仇 足够拍摄一部长长的连续剧 早在苏联诞生之前 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就纠缠不清 苏联原本是共产国际所在地 领导所有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共产国际的分支 苏共就是共产国际 实际意义上的老大 中共跟着苏共后面混 得到过不少帮助 也遭受过不少委屈 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之后 中共才慢慢独立 建国之后 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 苏联给过中国很多帮助 特别是建国前十年 苏联在支持中国建设力度方面 是罕见的 然而那种蜜月期是短暂的 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论战和对抗 大有不死不休之事 种苏对峙的那段时间 双方在边境 以及外蒙古周围大规模驻兵 中间小规模摩擦从未间断 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如果那种级别的战争爆发 将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结合体 规模上类似抗日战争 强度上和抗美援朝一个当量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 将会成为亚欧大陆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 必然打到尸骨如山 血流成河 必然是黑云压顶 暗无天日 而且当时双方都有原子弹 很可能爆发核战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 国家和民族将会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谁都不想发生那样的战争 但是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还好历史老人是仁慈的 没有让那种不幸的情况发生 当时历史条件下 中国这边统帅就是林彪 如果战争爆发 统帅只能是林彪 抗美援朝时代还有不少选择 到913之前 军队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 那种情况换成别人如素语 恐怕也不好办 林彪担任副统帅期间 虽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上 但坐在二把手位置上 中国军队和中国的一切 对林彪都没有秘密 如果林彪去了苏联 那么原本就在中苏对抗之中 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军队 将成为白纸一张 很显然 如果林彪要伤害曾经的亲密战友 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代表的共和国 去苏联是最好的选择 只有去苏联 才能让他的能量和利益最大化 林彪和当时隐聚在苏联的王明不一样 王明一介书生 从来就是打嘴炮的 中苏论战或许还能用得上 实际用途不大 林彪则不同 战场上出来的 可以有很大的作用 三十多年前 林彪还很年轻的时候 当时苏的战争还没有爆发 酒会上 斯大林询问他的高级将领们 让他们判断德军的前途 苏军高层判断 德军会在进入马其诺防线之前被拖住 那是一个合乎常理的判断 因为法军当时号称世界第一 并经营马其诺防线多年 看起来很靠谱 不仅苏军 英法主流看法也是如此 当时林彪也在场 斯大林请林彪发表看法 林彪按照中国人的特色谦虚一番 表示不清楚希特勒真实想法 斯大林决定进一步试探 如果你是德军统帅 你会怎么办 林彪回答 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很高明 但我劝同志们 不要过于看中马其诺防线 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只有正面攻击 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 但是不能不提防 希特勒会绕开防线 从侧翼做大规模迂回 当时苏军同行对林彪的看法不以为然 几个月之后 德军装甲部队从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 插入法国腹地 法国很快完蛋 斯大林和苏军统帅对林彪印象深刻 如果林彪去苏联 就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苏联为了摸清楚中国这边的底细 必然给他高规格待遇 至少比王明要强 他可以选择和苏联人合作 也可以选择模棱两可的态度糊弄 就如当年李林在匈奴 无论如何 进可攻 退可守 还可以威慑中国那位伟大的战友 平 如果林彪到苏联 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可能难以估量 也正因如此 他才往北去 才能伤害到曾经的导师 曾经的兄长毛泽东 当年初会在前面 早上真正大 肯定快疯 促我 平均 以便